念一生佛号灭八十亿阶身死重罪 如果你要不了解佛前后所说的 单单看这一句 你往往会误会了 我一天到晚念佛 一天念了几万身 那我这个罪部统统都灭掉了 那你就是看错了 佛讲这个念佛一生 是李一心那个时候念佛 还有这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是散乱心灭佛了 能不能灭罪呢 能 灭罪的力量很不弱 因为不念佛呢 就胡思乱想了 念佛总好得多了 就不要胡思乱想了 有的人一面念佛 一面还胡思乱想 那就一点办法就没有了 可见我们这个灭罪 这是非常非常的微薄 这个要知道 这是功力不够深 不是说佛说的话不理 是我们的功夫不到家 那么这个地方 关键的字员就是在 智心这两个字 我们是散乱心 智心就是一心 这个心里面 一个咋念都没有 一个妄想都没有 这叫智心 叫一心 那您念这个佛号啊 功德不可遂 所以念佛会在智念 大师知福他跟我们讲 智念相继 这个智就是一心 一就清智 二就不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